突開盤又是一片綠油油 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二點開出後 盤中一度大跌超過百點 最低來到一萬六千三百零四點 半年線勉強守住 跌幅比較多的都是在金融類股指數 那反映的就是說 美國銀行股被這個 惠譽呢 這個調降了再興的一個平等 那現在呢 這個中國的這個房地產市場 也這個再興的一個問題 也都還沒有解決之前 美國又爆發這樣的一個降頻的一個事情 美股銀行股帶頭殺 中企頻頻爆雷 年代影響台股金融股 好險AI族群不甘示弱 拉回一點跌勢 領投揚廣達早盤還是多頭格局 股價最高來到260.5元 光寶科盤中上漲超過4元 微創上漲幅度3%左右 因為台積電在 這個上個月的一個法說會 裡面就已經有講了 就是各個產業各個產品需求都是下滑 但是呢 只有AI除外 所以我們看到昨天美國股市大跌 NVIDIA的股價依舊是逆勢的上漲的 那也代表就是說資金其實都在AI的族群 尋找機會 股會同調新台幣開盤小扁0.5分來到31.94元後慢慢回升 早盤最高來到31.875元升值6分 看來央行不樂意台幣扁太快 繼續文化站黃瓶海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